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注意 上压得出下唇两次 出现字幕V了 李老师说过 对吧 再来一遍 Velvet 注意 这个词前面发 e 后面发 i 所以不要读成 headlight 也不是 heightlight 而是再来一遍 headlight Headlight 好记住了 Blair Blair Staff Staff 当然这个词英式发音读中 staff 在美音中这个 a 一般变成 a 大口型的声音读中 staff 这个发音咱们以后在重点词中还会讲解 再往后走 raid raid scramble scramble fantastic fantastic ashtray ashtray 好记住了 咱们生词端先读到这儿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书中一些比较重点的词汇 第一个词呢 就是看看这个复合名词 砸出窗抢劫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注意 grab 是最中音 大声那边 smash and grab smash and grab smash and grab 杂出窗抢劫 咱们先看看这个英文解释 怎么叫杂出窗抢劫 smash and grab a kind of robbery in which the robbers break the shop window and steal the goods on display 对 这个英文解释够清晰 这是一种抢劫的类型 在这个抢劫中怎么样呢 这个抢匪啊 打碎了这个商店的橱窗 并且偷走了在陈列的商品 在陈列叫on display 这个用法 那么这个里边呢 是由三个字都扣到一块 中间end都住着 那第一个呢 是smash 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动词叫嘛 把某个东西打得粉粉碎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mash smash 叫做把某个东西打得粉粉碎 这个词既是集物动词又是不集物 集物动词就是把冰语打得粉碎 不集物动词呢 主语本身粉碎掉 都行 咱们看一下例子 smash the window 把窗子打碎了 可以这么说 这是集物的 对吧 再看不集物 the glass smashed into small bits glass 这是玻璃杯了 这个玻璃杯呢 碎成了小片片 这个表示主语本身碎了 这个不用被动 主动就可以 因为它集物不集物都可以 这是打得粉粉碎 可以这么来说 我们再看呢 它经常可以做一些派生意 比如是smash做派生意 咱们一般翻译成 打倒坏人坏事 就是我们说粉碎四人帮 那个粉碎 其实就是打倒的意思 打倒坏人坏事 咱们看例子 We're determined to smash terrorism 这是911电视讲话中 小布什前前总统了 他说的一句话 我们下定决心 一定要粉碎恐怖主义 这个粉碎其实就是打倒恐怖主义 还有呢 我们看下面这怎么翻译 smash the gang of four 前面这个gang呢 叫匪帮坏坏囤伙的意思 咱们到了第八课 这个就会碰到这个词了 我们先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但主要不要读中杠 你要读中杠 汉语拼音 打麻将了 吃碰杠壶 那是杠 不读杠的声音 前面这个词 发像梅花一样 这个声音 然后ng字母组合 舌根拱上去 先咧嘴 再拱舌根 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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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帮 就是咱们说粉碎四人帮 就可以用它 这是重要这个词汇smash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几个词汇在生活中 经常可以跟它替换 几乎它是个孪生兄弟了 表示打碎是意思跟它一样 口型也很大 打碎吗 不知道是水裂开吗 打上来的 shatter shatter 也是打碎 单读快之后 中间这个字母t 又会有t 轻轻着化成的 因为前面a 后面er 声带都震动 读快了之后 带着都震起来了 再来遍 shatter shatter 读快了之后 反的更舒服 对不对 表示打碎的时候 跟那个smash 是完全能替换的 也是几乎不几乎都可以 你看刚才例子能替换 smash the window 把窗子打碎了 or the glass smashed into small bits 这个玻璃杯碎成了小块块 这个可以替换 我们再看一个英文歌的片段 这是当年这个 A few Collins Ferro Collins 一个金曲的片段 咱们看看里面就出现这词了 咱们看看怎么唱的 好 开始唱吧 唱得不错 比利老师唱得好 他说什么呢 他说当我在你的怀中的时候 When I'm in your arms 这个字 in one's arms 在某个怀中 两个胳膊里边 可不能用单数啊 如果in one's arm 那麻烦了 把胳膊拉破埋到里边了 in one's arms 在某人的怀中 好 那下一句呢 Nothing seems to matter 没有任何事情看起来呢 重要了 大家注意这个matter 当动词来用 表示重要的意思 我们说这没关系 It doesn't matter 大家可能背过 一切事情都不重要了 My whole world could shatter 我的整个世界都可以碎掉 你看这个shatter 就跟smash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不用smash呢 用smash就不押韵了 你看前面又matter 后面又shatter 后面是押韵的 对吧 然后I don't care 我都不在乎了 只要在你的怀中 我的世界碎掉 都不在乎了 这是爱情的片段 对吧 好 我们把这片段 跟老师我们再听一遍 欣赏一下 顺便把这搭配记住 好 开始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shatter 表示粉碎的时候 跟这个smash一样的用法 意思和搭配都一样 但是派声音就有区别了 我们那个smash派声音 一般是打倒坏人坏事 对吧 这个shatter派声音呢 一般是粉碎了 某人的希望啊 梦想啊 信心呢 用在这些搭配 咱们注意用的是别用错 比如说shatter once dream 打碎了某人的梦想 美梦破灭了 shatter once hope 使某人的希望破灭了 shatter once confidence 使某人的信心粉碎掉了 用在这个派声音 看一个完整句子 Peter's comments shatter the boy's confidence 彼得的这些话呢 评论性的语言 打碎了这个男孩子的信心 本来呢 这男孩说 来我考试考了90分 不错 彼得说 人家比全班同学都100 你倒数第一 好个屁 这突然间啪塌一声 这个男孩的信心粉碎掉了 用在这个场合 更好一些 这是我们说 这个打碎 这个smash和shatter相关的 可以同时记住 下面我们看看这个 抢过来 这后面这个重要动词 我跟老师再大声读一遍 grab 再来一遍 grab 他也是发 这个声音 所以跟smash and grab 构成押韵 构成固定洗语 大家都喜欢说 也发音一样的 抓住并一把夺过来 用grab 咱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 mugger grabbed her handbag as she was walking across the park 这个 mugger 就是在拦路抢劫的抢劫犯 尤其在马路 当街抢劫的这个人 我们可以读一下 mugger mugger 这个抢劫犯 一把夺过了 他的这个包 这个手包 然后呢 当这个女孩子 当走过公园的时候 来了一个抢劫犯 抓住 给我 抢过来 跑了 抓住并夺过来 叫grab 他有一些同一词 在第四十课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同一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seize 再来一遍 seize 注意不要动的seize 它是发长一一一的声音 seize 这个声音 意思类似 也是抓住 并一把夺过来 咱们看例子 比如说咱们看 182页的第十七行 182页的第十七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As the man refused to stop working The police attempted to seize the pneumatic drill 因为这些人呢 拒绝停下工作 所以这帮警察们的仕途 把这个风钻给夺过来 抓住 给我 抢过来 这个动作叫seize 跟grab 是类似的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重要词汇 砸出床抢劫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那么下面一个重点词呢 咱们来看一看 珠宝 这个词 注意 它有两个拼写 左边这个比较复杂的 是英式拼写 美式拼写 一般简单一些 但是发音是一样的 都大声来一遍 Jewelry Jewelry 大家发现美式拼写 更不容易读错 对吧 英式拼写搞不好都成Jewelry 不对哦 再来一遍 Jewelry 珠宝 这个词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这个词很容易用错 大家记住 珠宝用Jewelry这个词 它是一个总称的词 什么叫总称词 不能数 不能一件两件的数 比如说我们说 一件珠宝 咱们只好说 A piece of jewelry 咱们下面用美式拼写了 用美式拼写 一件珠宝 两件珠宝呢 还得用两词 Two pieces of jewelry 两件珠宝 是这么来用的 你比如说 我说这个女人 有很多美丽的珠宝 咱们看哪个说法正确 如果咱们用这个Jewelry 这个词 用这么说法就错了 有人说 She has a lot of beautiful jewelries 不对 你去掉Y 这后面的IES 用复数 看似有道理 但其实不对 因为这个词是不可数的 那怎么改就正确了呢 She has a lot of beautiful jewelry 就好了 我们把这个RES去掉 还原成这个名词的原型 不可数 Jewelry 它不可数 我们知道 A lot of这个词 可以修饰不可数名词 A lot of water A lot of time 是可以的 或者用复数呢 你换一个词 换哪个词呢 She has a lot of beautiful jewels 好 大家注意 如果把后面的S去掉 变成它同根的名词 我们当然再读一下 Jewel Jewel 这个词就可数了 注意珠宝 Jewelry不可数 但Jewel是可数的 这就涉及了英语中 一系列特别讨厌的词汇 中文翻译起来差不太多 但一个是通称不可数 一个表示一个两个东西是可数的 咱们取一反三的 可以多看几个 你想 这个Jewel是可数的 但Jewelry 右侧的不可数 跟它类似的还有 你想 Sene 风景风光是可数的 但Seneary不可数 找到规律了吧 一般来说 都是在后面加个RY就好了 我们分配读一下 Sene 好 再度第二个 Cenery 都是风景风光 我们造计师注意了 你用不同的词 可数不可数就不一样 比如用这个Sene 我们说 中国有很多美丽的风光 大好河山 我们可以说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s in China 可以这么说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s in China 如果Cenery该怎么办 就不弄There are了 用There is a lot of 依然不变 它可以修饰可数不可数都行 应该说There is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ry 就好了 And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s There is a lot of beautiful scenery 但Cenery用There is就好了 这是可数不可数变化 还有取语反三 多看几个 你像这个机器 Machine这个词是可数的 但Machinery翻译成机械 就不可数了 我们分别大声读一下 Machine Machinery 不可数 还有武器 Weapon是可数的 但武器军备 Weaponry就不可数了 这个比较正式 在报纸上建的更多 分别读一下 Weapon Weaponry 这是武器 但是呢 不是完全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词就特殊一些 Point表示诗歌 是可数的 表示诗歌这个题材 要注意去掉M之后 加TRY 这个诗歌这个题材 就不可数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Point 好 再读不可数名词 诗歌这个题材 Poetry Poetry I like poetry 就不能说 I like poetry 对吧 还有 你像小说 有两个词 左边那是可数的 右边是不可数的 我分别大声来一遍 Novel Novel 这个词可数的 I like novels 我喜欢小说 但是呢 用这个词就不可数了 大声来一遍 Fiction Fiction 诶 注意 这个Fiction不可数 我喜欢诗歌 而他喜欢小说 I like poetry Well, he likes fiction 这两个都是不可数的词 当然Novel 有两个发音 英式发音都读读 passages 每人都读读《 novel》 两个都对 都可以 再看 神话故事 左边这个可数 右边这个不可数 我们先读左边这个 Mith Mith 再读右边这个 Mythology Mythology 诶 都是神话 如果用左边这个词呢 希腊神话 我们就Greek G-R-E-E-K G大写 Greek myths 后面叫S 后面那个呢 直接说Greek mythology 就好了 都是神话 再来 你像树叶子 leaf是可数的 那我们知道 它复数是去掉F 变成V-E-S leaves 对吧 但是这个词 也是树叶子 就不可数了 多讨厌的 我们再来面 Folage Folage 中文就没有这么麻烦 英语确实讨厌 那讨厌 再看 这更容易错的 Table chair 桌椅板凳都可数 但我们知道 家具这个词不可数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Furniture Furniture 一件家具 A piece of furniture 两件 Two pieces of furniture 讨厌 那还有呢 你像Pen Pencil 钢笔 铅笔 橡笔 橡笔 除了纸不可数之外 其他都可数 但是文具这个词 是不可数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Stationary Stationary 文具不可数 还有更容易错的 你看这个箱子 大箱子 这个行李箱 Trank Suitcase 这都是可数名词 当然可以数一个两个箱子 但是行李这个词 就不可数了 我们先读的箱子 Trank Suitcase 当然英国人读中 Suitcase 美国人把U变成U 两个都行 分别来变 Suitcase Suitcase 都行 但注意行李 不可数了 行李有两个版本 咱分别读一下 Luggage Baggage 那么这两个词 都是不可数名词 咱们可能可以说 你带了几个箱子 但不能说用行李 直接用 Baggages 是不行的 记得当时 李老师作为 新农方优秀教师代表 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那是第一届赴美访问团 2008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在加州 天天要坐飞机 从这个城市 赶到那个城市 我们天天坐飞机 称那行李的重量 因为天天都做的事 我那天在机场都没抬头 直接箱子 抬上去 听到里边 管理员问我 您带了几个行李 他用这英语这么说 How many baggages Do you have with you 大家注意听 How many baggages Do you have with you 我那天 诶 这错了 当老师的这种错误 非常敏感 我抬头 一看 果然不是一个 黄头发白皮肤的 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 可能是个中国人 在加州那边 中国人特别多 中国人常犯这错误 我们大家 如果你问的话 该怎么问 有的人可能会说 你可以说 How many pieces of baggages Do you have with you 这么说法 当然是正确的 但这么说呢 美国人一般 他不这么说 他一般问 How many suitcases Do you have with you 他不问行李 他问箱子 您带了几个箱子 大家看确实 英语中是一个 非常精确语言 来不得半点马虎 好 这个Jury 重点就在这 可数不可数的变化 这个词 跟老师 我们就学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全体工作人员 某个机构 某个公司 全体工作人员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Staff Staff 大家注意 它有两个发音 左侧这个注音 是英式的 英联邦国家发 阿 大声读一遍 Staff Staff 现在美音更流行 因为大家更喜欢 看美国大片美剧 对吧 在美诗翻译中 把阿变成 也行 我们在那边 Staff Staff 英国人跟美国人 交流没有障碍 他们都能听懂 两个翻译都可以 但是咱们口语考试 别一会儿英诗 一会儿美诗 别来回串胡 发一个 把它发准就好了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单词的用法 这个词表示 一个机构的 全体工作人员 注意 它如果表示 某一个机构的话 得用单数 但是它如果做主语的话 未动是注意了 单数 附数 都算对 比如说 The hospital's medical staff is excellent 或者说 The hospital's medical staff are excellent 这个医院医护人员 水平很高 很优秀 很杰出 注意 这个staff在这儿 得用单数 它一个医院的 全体人员 得用单数 Medical staff 就是全体医疗人员 包括医生 包括护士 都放在一块 就Medical staff 那么它问语动词 用S也行 用R也行 如果你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那么咱们用单数 如果强调每一个成员 用复数 都可以 顺便看看这搭配 医疗人员 叫Medical staff 咱们再看比如说教师队伍 一个学校的全体老师 咱们可以叫Teaching staff 对吧 再比如说Engineering staff 可以表示一个单位 一个公司里边的 工程技术人员 因为Engineering 可以表示工程 工程学 工程技术人员 还有呢 你像Domestic staff 这是什么人员呢 Domestic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国内的 第二个是家庭内部的 国内的全体成员 这个不通顺 它得指一个组织 一个机构才行 所以在这儿 得发现家庭的 家庭里边呢 是家庭成员吗 不对 Engine staff 表示工作的人 在家庭里边工作的人 一个家庭的全体佣人 李老师家呢 使唤不起这么多人 但以前古代的大家族 像贾使王靴 红龙梦的大家族 里边好多好多佣人 外国也是 一些大财助家里边 有司机 有保姆 有这个园丁 等等等等 光一个保姆就好几个 都放在一块 叫domestic staff 但是记住 如果是一个家庭 那么这全体人员 得用单数 两个家庭以上 咱们用复数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咱们看 第49课 跟老师翻书 224页 第14到第15行 我再说一遍 224页 第14到第15行 咱们看这句话 Nomad aunt pursued what was in those days an enlightened policy in that she never allowed her domestic staff to work more than 8 hours a day she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please 理想的仆人 这棵树 尽管我的姑妈 当时追求的是一个 在那些年代来看 我们讲过 Indo State 加这次in 大家还记得 是一个比较开明的 这么一个政策 为什么呢 in that 咱们讲 富和联词 翻成因为 还记得吧 因为它从来不会让 它的家里的工作的 这些用人们 每天工作超过8个小时 大家注意 它家里的用人 好多好多 是个大家庭 但注意用单数 domestic staff 因为是一个家庭 用单数 但是这个 我的姑妈却 奇奇难以取悦她 这个姑妈脾气不好 对什么都不满意 这个domestic staff 好 咱们再看一个 用复述的 在新概念四册的 第十课 硅谷 Silicon Valley 这棵树 出现这么一句话 它说 Already Orientos and Asian Americans constitute the majority of the engineering staff at many valley firms 它说 已经是这样一个情况了 就是那些 东亚人 Orientos 表示东亚人 亚洲的东部 中日韩这些 还有呢 亚裔的美国人 Asian Americans 已经构成了很多硅谷公司的 大家还记得吗 firm可以表示公司的意思 咱们在前面第四课讲过 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多数 注意 工程技术人员 为什么用复数呢 因为你的公司 firm是复数嘛 一个公司是一个step 两个公司以上用复数step 就好了 这个非常重要 咱们举一反三的多看几个 除了step之外 还有好几个单词 是类似用法 一群一群数的 比方说cast 叫做一个电影的全体演员 大家也会注意 看美剧看大片 最后出演员表的时候 正中间那个词叫cast 注意一个电影是一群用单数 我们现在说 一个全明星的演出阵容 叫an all star cast all加个小连字符 再加star 再加cast 一个全明星阵容 为什么用一个呢 一部电影嘛 两部电影以上用复数cast 对吧 再比如说crew 一个船的全体船员 一个飞机的全体飞行员 那么一个船一个飞机 是一群用单数 两个船两个飞机以上用复数 再比如说这个 faculty 它可以表示 某所大学的全体教师 一个大学的全体老师 一个大学 咱们用单数 它是一群 两个大学以上 可以用faculty 还有一个特别容易错的 就是台下的观众们 注意audience一定表示 某一个剧场 或者礼堂里的全体观众 所以一个剧场 一个礼堂 咱们用单数是一群 或者台下的观众们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但注意这观众用单数 the audience broke into enthusiastic applause 注意不能用audiences 但是这部电影的观众们 得用the movie's audiences 因为电影一个电影就是一群 它用复数audiences 这部演员的早期观众们 his early audiences 演员的观众 那一个剧场是一群 肯定有很多剧场来用复数 但我问大家 非要说其中几个人怎么办 台下两位观众 两位演员怎么办呢 那用off连接就好了 两位观众 可以用two of the audience 或者正式一些 可以说two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就行了 但不能说two audiences 这个词重要在这儿 这个很容易错 好 这个全体演员step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就看在这儿